航母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船,在海上,它就是不耳霸主。 建造航母花费不费,同时,关键技术,设备建材,也是重要组成部分,没有过硬实力,是制造不出航母的。 而且制造航母其中很关键的一个指标,就是特种钢的缺少,没有相关技术的国家,即使能破了头皮也奈何不得。 那么,中国发展至今可以自己制造出航母用特种钢吗?答案当然是肯定的。 实际上,我国早在2003年,就已经只有生产这种航母,用特种钢的能力了。 2003年的初春,来自23个省的我国钢铁企业的230多位专家,就亲眼见证了我国第一块特种钢下线。 横幅上写着这列庆祝我国舰用特种钢H4N120新研制成功。 后来,加拿大汉河防务评论的报道称,中国即将开始建造的航空母舰用特种钢,有上海报钢制造。 汉河防务评论的报道是错的,是因为当时外界推测我国第一艘航母会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,便运运输。 结果我们大连造船厂,完成了这一件的工作。 如今,国产航母关键材料,已经完全实现了100%国产化,包括航母甲板钢,球铁钢等关键讯号钢材。 而且根据报道,在2013年8月,安钢城间的首艘国产航母所需的甲板钢,球铁钢等关键讯号钢材,就已全部交付。 甲板用特种钢就不用细说了,既要承受舰载机起飞,降落过程中产生的巨大冲击力、摩擦力,还要能够承受发动机尾电的灼烧。 球铁钢是由球罩的头部,变停的腹瓣组成的特殊型材,用作船舶的龙骨和夹长鸡,是建造大型战舰的关键材料。 总而言之,现在中国可以自己制造出航母用特种钢来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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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